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了 走 走 你们在这干什么呀 你牵着她干嘛 你俩刚才是在躲我吗 不是 夏天姐姐是这样的 写写姐姐 你可以回去了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 我约的饭还没吃呢 你回不回去 不 要不 我还是先走吧 不 我先送你 站住 让你回去了吗 今天这种情况 你不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吗 这是个误会 你误会你什么了 夏天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关心 你给我闭嘴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当着我的面 牵着我男朋友到处躲躲藏藏 是我过分吗 我能忍你一次 也能忍你两次 但是我绝对忍不了你第三次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躲起来吗 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在怀疑我们 带着墨镜假装客人到咖啡馆 把美甲店一次又一次的刁难我的那个人 是你吧 我没跟你计较吧 她说的都是真的 你去了陆希店里 我就是想去看一下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为什么你几次三番的因为她来骗我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啊 我一直以为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也说了不会做那种 背后查别人信息的女生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还要查什么 交往了一年时间 几乎每天都见面 但是我真的第一次见到她发这么大的脾气 是你先答应我 不会再跟她私下见面的 为什么你要逼着我答应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信任我 不相信我 你干嘛要跟我在一起 喂 你有没有搞错啊 到底谁先做错了 你有什么脸在这大哄大叫的 我先送你回去啊 我先送你回去啊 你也报错吧 你知不知道谁比较重要啊 我先走了 就算你担心那个女孩 你想送她回去我可以帮你 但你是不是先哄好夏天再说 就算是怎么给你 我来找她 你仅是这样 你怎么不需要 你怎么害怕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